暑假已经完成,今年暑西档香蜜沉沉浸如霜,赢得了收视绿之王的宝座,不过香蜜沉沉浸如霜这次虽然在暑西档成为了最受关注的电视剧,但是它却成为近几年来收视率最低的收视绿之王之剧集,暑西档虽然已经过去, 但是竞争依旧非常强烈,如今九月份新剧名单已经出炉,最受人关注的六部电视剧,分别是斗破苍穹梁生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成红年代,天坑烈人,娘导,再创世纪,其实这六部在九月份会跟大家见面的电视剧,除了娘导和再创世纪以外,其余的四部电视剧是小鲜肉和小花之间的竞争,今天我们就来分别说一说斗破苍穹梁生,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天坑烈人,成红年代在竞争激烈的九月档拥有多强的竞争实力,首先就是昨晚与大家见面的斗破苍穹,斗破苍穹本就在玄幻小说里有很高的地位, 这次由吴磊、林俊、李契、辛之雷等人一起演绎,男女主人公分别是吴磊饰演的萧颜和林俊饰演的萧勋儿,吴磊出生于1999年,如今已经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准大一生,而林俊则是出生于1996年,出道的平台是某女郎,后来的资源也非常给力, 这次是吴磊和林俊的第一次合作,对于很多粉丝和吃瓜网友来说,也算是一个难得的搭配,同样出生于1999年的王俊凯,如今也有新剧与大家见面,那就是在8月30号播出的天坑烈鹰,在斗破苍穹里,吴磊合作的是李契和林俊,而在天坑烈鹰里,王俊凯搭档的是蒋依依和陈文庆,相比吴磊来说,王俊凯自身的话题和热度更高一些, 毕竟在娱乐圈里,粉丝人气主流的操控者是四大三小,不过这次,吴磊VS王俊凯的收视率之争,两人都有很大的胜算,王俊凯和搭档蒋依依,陈文旗,在电视剧天坑烈鹰里,塑造的人物角色非常好戏,前期的伏笔也很多,两声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本就是一部人气非常高的青春小说,这部剧拍摄完成时间已经很久了,只不过迟迟会和大家见面, 三位主演钟汉良,马天宇和孙怡,虽然都不是顶级流量,但是粉丝凝聚力和号召力都不容小觑,钟汉良所饰演的陈仙佑,马天宇所饰演的梁生,和孙怡所饰演的江沈,在小说里都是活灵活现的人物角色,和一生肖默,足够可以证明钟汉良的实力, 不过在另一部电视剧《成红年代》里,阵容也非常不错,陈伟廷搭档马思纯和陈瑶,陈伟廷自从凭借古剑奇谈,里的大师兄,红了以后,时尚资源和综艺资源都很不错,先后播出的老九门,最玲珑分别搭档赵丽颖和刘诗诗,收视率方面都获得了好成绩, 所以这次钟汉良VS陈伟廷的局面,两者获胜的几率也都非常的大,说完,那男明星之间的对抗,这几部剧里的女主角也很有看头,96年的林军,01年的蒋一一和03年的文系,都是势头很强的小花,两省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和成红年代里的孙吉和马思纯也都颇具看头,孙吉虽然并不是流量小花,但是国民主还是不错的, 之前和邓伦一起拍摄的《因为遇见你》,还收获了阶段第一的成绩,除了和钟汉良,马天宇合作良生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以外,前段时间搭档白敬廷主演了《初晨》,是我故意忘记你,相信到时候播出的时候,孙一的热度会有所进一步提升,马思纯作为金马奖影后。